老杨到处说 这个星期天7月12号的上午11点到12点 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 欢迎大家准时来参与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段有发现有一些情况 我觉得要分享一下 因为在美国的何平先生 在他最新的一次的这个节目中 这个披露 原来的政法委书记 那么孟建柱 公安部部长 现在在北京哪一个医院里面住院 也指出在此之前 有关孟建柱他们被抄家被莫产 传言是只需乌有的 但是对于孟建柱 到底有没有出事 或者真的出事以后怎么处置 有一些语言不详的一个诠释 但是我听了半天 至少有四个以上的设想 当然一个比较严重的设想 就是说了 跟处理原来的军委副主席 徐才厚一样 用那个模式 这一听起来好像孟建柱真的快不行了 身体快不行了 政治的前景也快不行了 那这里面有一个联想 也就是说中共的刀把指 这个政法委这个系统 到现在是不是真的还没有彻底整顿 那么内部的政治安全 是不是已经出现一个新的威胁 好了 孟建柱到底会不会出事 有没有出事 这些都有一些悬念 因为他们的政治的资讯的透明度是不够的 那我其实对哪一个人究竟会如何如何呢 兴趣不大 因为他倒或不倒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设想引起到对整个系统 人事变动和人事的整个组织路线的一个清理 这里面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但我注意到了这些所有的一些传言 所有这样的人事变动 在孙力军被拘捕审查之后 公安部接二连三出现了一连串的高层人事的变动 有些人调离 有些人连档案 网络上的档案都不见了 当然有些人有很多的传言 这对外到底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关注点很有意思 前几年呢 整个这个整顿 对内部政权结构的整顿的聚焦点 主要是在军队 那么应该说军队的整顿治理呢 应该是取得了这个实际的成效 这个党以及军委主席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负责 至少在外面看来 他已经获得了巩固和加强 这个方面呢 大概这个信息是比较完整的 第二呢 那政法委政法系统这方面 除了我们注意到了把武警 这一个编制的指挥权 领导权直接呢又归属于中共 中央军委之外呢 政法系统公安系统的整个清理整顿 从周永康束手就擒 锅铛入役多年 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 被查处之后 全国各地的政法委系统 陆陆续续也查处了一些案子 但对于至上而下的政法委系统的 整个系统的清理整顿呢 跟军队相比 力度和强度 显然也有一些差别 那可见呢 就过去的八年 对刀把子的整顿 还是下手比较谨慎的 当然等到了语欲丰满 各方面都稳当了以后呢 那这个就大刀阔斧了 这里面的焦点人物呢 现在的集中体现在 习近平最信任的王小红身上 那这里面呢就不多说了 但是呢我就觉得 在孙力军被查处之后呢 整个公安系统 政法系统的情况就不太一样 那么根据最新的报道 中央中共中央政法委 也就是七月八号召开了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试点工作动员会 那这里面呢非常细 包括有些监狱啊 有些区域级的这个 这个政法委系统啊 包括呢有些省份的试点 都已经很明确的 那么做了一些规定 那么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从中国司法系统要怎么样呢 要彻底割除毒瘤 这整顿工作的中心论路 就是彻底割除毒瘤 这听起来挺吓人的 这刀把子生锈了 而且刀把子也是双刃剑的 杀别人可能弄自己啊 所以呢新一轮的政法委系统的反腐行动开始了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信息 第一呢 七月到十月 这个工作呢叫试点 那试点呢包括什么呢 五个市 四个县 两所监狱 那么可见呢这个涵盖面还是比较广的 第二呢 全国政法队伍整顿 教育整顿四点办公室又成立了 那么这个主任是谁呢 就是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 他前不久啊 原来是这个湖北武汉市长 市委书记吧 后来调到中央去 在今年的湖北疫情呢 他又到了这个湖北来做了个监察 那这个工作看样子 他是比较熟悉和信任的 成建制成体系的 彻底割除毒瘤 这样的表述前所未有 那么刀把子我们知道了 是执政党主要对付内部 维持政权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利器 今天听这个话来讲 这把利器居然有毒瘤 而且不只是表面上或者上面 而是至上而下 这应该说是非同小可的一个表述 因此呢 这几天呢 中国大陆的媒体啊 多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 这个政治名叫政法虎 政法系统的老虎叫政法虎 那么在此之前 被打掉的政法虎还有很多人 除了周永康 马剑 在公安部系统里面呢 包括李东升 孟宏伟 孙力军 陆续被查 当然司法部也有个政治部主任 一个女同志啊 跳楼自杀 当然司法部应该也是属于 这一类的要被彻底割除毒瘤的患畴 检查系统我们注意到了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来的检察长陈旭 听说杀了两个现任的法官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原来检察长杨克勤 在法院系统最高人民法院的原来的副院长 西小明 江苏省高等法院原来的院长许前飞 安徽省高院原来院长张坚 云南省高院原来院长赵世杰 都纷纷的被查 应该还会有 那么根据的公开的资料的显示 这些所谓的政华府的危害 除了炼财 那么当然还有干预司法插手案件 比如说念财过意的原来高院的副院长西小明 被指的案件处理上为他人提供帮助 然后收钱 被留党查看一年的云南省高院的原来的院长赵世杰 是在孙小果这个案子巡视舞弊 受益和要求审判人员来汪华裁判 那结果由使款改成有期徒刑20年 结果搞得还要保释出狱 这种东西应该说在某些地方这样的一个系统是烂透了 好了 那么今年以来也就是在孙力军没有被居查之前 习近平强调要深入的开展 政法队伍教育的整顿 人民要信得过 党和人民要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 可见这个是很麻烦 所以今年的7月的这个 要1月的17号到18号 这个中央的政法工作会议呢 也要以政法队伍是教育整顿来牵引 要建立一支 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铁军 这提法也很意思 是怎么样的一场自我革命呢 是一种刮骨疗毒 要刀刃向内 要彻底割除毒瘤 兴除害群之马 要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这个绝对不太容易做 但是这里面给我们几个信息 第一 这么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铁军 其实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真正的建立 第二 过往对政法系统的毒瘤 也没有很好的彻底割除 害群之马也没有彻底的查清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指引 第三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法队伍 也能然没有达标 看来也是有很多瑕疵和漏洞不足 当然海外媒体也注意到了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特别强调了一个词汇 这叫做政治安全 那么在此之间成立了一个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 那么又专门成立一个专项小组 叫政治安全专项组 这两天也在北京开会了 要落实了习近平的指示 维护国家安全的决策 那么政治安全是什么呢 要攸关国家安危 这个提的非常高 要依法打击各种渗透颠覆活动 暴力恐怖活动 民族分裂活动 宗教极端活动 听起来好像是针对香港 但是好像是针对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势力去 但好像又不是 因为涉及的范围又比较大 那这个专项组的组长是谁呢 中共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雷东升 负责国内安全的其实部门很多 包括公安部国安部 司法部政法委 现在又多了一个政治安全的这么一个专设机构 看起来还是怎么回事 还是担心内部出状况 尤其现在的国际形势那么的错综复杂 然后整个国内的经济 疫情各方面 也没有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 尤其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政法委系统 政法队伍 内部出了那么多状况 就说明说 我们也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讲 这个公安部也罢 检查系统也罢 司法部也罢 他整个组织人士路线是有一条线 自上而下的 哪一个头被抓了以后 肯定会有一些 拖泥带水的一个现象出来 所以呢 不怕平时 说真的 他不怕你贪 不怕你赦 就怕你政治上离心离德 这样的刀刃 如果一旦向内 那麻烦呢 就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所以今年呢 我看呢 这个政法系统的新闻会很多 自杀的 跳楼的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被审查被逮捕的 应该会不少 所以呢 我们作为吃瓜的群众 就等着看热闹吧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谢谢大家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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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